歡迎收看人人都能學會ETF系列 台股在8月5號當天大跌1800多點 那個時候悠悠在幹嘛呢? 他今天要告訴我們 在節目開始之前 先請大家幫我們按讚囉 按讚 大盤因為在8月初的時候就是上衝下行 因為8月5號那天創下最大的跌點 同時也是史上收盤最大的跌幅 有成為你心中的陰影嗎? 我還好耶 對 因為我就是有個 我是個有紀律的人 很好 等一下告訴我們你多有紀律 那天下跌了8.35% 我覺得那天應該蠻多人很驚慌 可是風哥那天在幹嘛? 好 我先講一下我那天做什麼事 好 原始到那天呢 我大概就是只有加碼而已 其實呢 我在那個下跌的前面那幾天呢 就有慢慢在加碼 但是真的沒有想到那天跌了1800點 對 因為一開始好像是跌700多點那時候呢 我就已經開始想要買 結果沒想到後面越跌越多 我就變成越買越多 那我就講一下 就只有講那個1800點當天 然後我買了什麼 我主要買進了四檔ETF 為什麼我買006208呢? 因為它是我的四值型的ETF的主力持股之一嘛 那因為前一段時間我說漲上去的過程 就22000點 然後21000點的過程呢 我其實有風高賣 我知道你說再高的數也不會漲上去 所以你怎麼賣 哇你現在記憶很好耶 好總之呢 因為那時候有賣一些 所以現在跌這麼多 我就趕快補一點回來 就是006208的原因 那接下來也買進了00922 那為什麼買它呢? 就是我們之前在做節目的時候 就常常有人會問說 譬如說0050跟006208 因為價格都很高了 然後大家就說 有沒有比較低價一點的 大家想買低價一點 那我就看了一下 我就覺得00922不錯 那我就想說我也說了這一支 那我自己就也買一點起來 這樣方便我也追蹤它 所以它就是我今年新增的 低價的市值型的ETM 那因為我的持股沒有很多嘛 所以我現在的狀況就是 基本上就還不太會賣它 就反而是抓到回檔就會買一點 對 那小回小買 大回就大買 沒曉得那些抵了1800 所以你那些大買嗎? 解定什麼? 因為我也有買6208 所以呢 我當然就也買一點922 對啦 那些是有解一點定存 好 那接下來呢 另外呢也買兩檔高股息 雖然其實波動這麼大的時候呢 第一優先是買市值型 這我之前有講過 可是 因為市值型買了之後呢 因為繼續下跌過程中 看跌幅這麼大呢 那也就也再補一點高股息 剛好就補了兩檔高股息 一個是00940 那一個是00713 我先講一下00940 然後為什麼買00940 因為呢 因為呢 我自己有把它定一層 我是把它定一層 叫高息高波 就是說它的波動 其實是比大家想像中大 所以呢 在大跌的時候呢 其實也是蠻有機會 撿一點便宜的 所以我也是 因為我也是今年才開始買 所以也是有機會就買一點 你也只有今年才能買 你去年都買不到 對我去年還沒買不到 對 好啦 那另外一個就是00713 00713就是我覺得 比較就是我早期是先買0056跟00878 那00713是我這兩年才比較有關注的 所以但是我0056跟00878買的部位已經夠了 所以我現在就把他們的股息 前一陣子因為在大展過程中 我股息都沒有加碼 那這一次剛好哇跌這麼多 我就利用這個股息呢 拿來買00713的部位 但是如果它真的跌得太大 我會不只是拿股息來買 我還會再加一點現金買 好像這一陣子跌了這麼多 就真的是股息都不夠買 真的還要再加現金 要加解定存賣 好 這就是我的那天做什麼事 那你那天加碼部位 佔你的比重很高嗎 就資金的部位 其實還好耶 因為其實我跌下來過程中 我都有慢慢加 然後呢 那天大跌嘛 我的習慣是這樣 大跌那天我會買 確實買比較多 可是我不會一口氣全賣 我通常因為在那一天過後的連續幾天 我還是有持續在買 對 只是沒有買像當天那麼多 而且你可以一次買4檔ETF 然後又解定存你的口袋 就去深了 喔 您的口袋我覺得也蠻深的呢 我們很愛互相穿 對方的口袋很深 真的是很奇怪 好啦 那換我了嗎 好換妳 換我了 因為大家應該比較想不到妳 我真的就紀律派的啊 那我先給大家看一張圖表 超級紀律 嗯 在8月5號大跌的前一個交易日 其實已經開始下跌了嘛 然後我就去看了一下資料 因為前一個交易日大概跌1000點嘛 然後我就去看資料說 欸 台股歷年來 5次的平均下跌幅度大概是30% 所以我就把它切 就是3%3% 那我就去算說 欸波段高點是24416 所以往下就是 因為我覺得跌10% 算是一個正常的回檔 我覺得那個不算太大的 心臟好強 10%才算正常回檔 是嗎 不是嗎 我不知道欸 現在24000點跌10%是跌2400點 對 可是妳如果看那個線 妳會覺得就是一個 嗯 好 反正總之我就抓說 我從12%要開始加碼 然後分下來分3 就是3%3% 所以我就切到 然後我就把每個點位算出來 但其實這個主要是加碼 市值型的ETF 那我就在下跌12%的時候 先加就是一個單位 嗯 然後其實12%那個是在禮拜五 就是在8月5號前一個交易日 然後後來不是8月5號就大跌嗎 所以8月5號那天其實我加碼了兩次 就是先碰到下跌15% 20754的時候我就再加一次 然後後來跌到18%的時候 我那天又加了第二次這樣 對 不過我那天很好笑 因為我早上 不小心透露我起床的時間 我早上9點起床的時候 就是迷迷糊糊的時候 就是我用錯戶頭版 妳這樣不對吧 人家都開始上班了妳才起床 妳好意思 妳好意思說 不想讓老闆知道我今天起床 然後我就覺得好吧 因為我平常都是用定期定額的那個戶頭 去存我的市值型的ETF 因為那個對我來說就是 被動操作的帳戶 就我不小心用到我主動操戶的 主動操作的帳戶去賣 這樣會發生什麼事? 我就不喜歡 因為你就看到波段操作帳戶裡面 就多了一個那個定期定額的標的 所以後來過兩天反彈 我就把那張賣掉了 所以我這一次硬要說的話 我帳戶就是留下來的 就是中間加碼了兩次的 那個市值型ETF 但我高股息也有加碼 那我高股息ETF加碼的方式 其實我之前可能就是 有點看心情或是看季限 但我這一次呢 因為前陣子 剛好幫大家做了一張 就是高股息ETF 譬如說10%殖利率 或11或12%的時候 它的價位會在哪邊 所以後來我這次是用 這個殖利率的表去做加碼 你真的不是只有做報道 你真的自己做的表格 都會照著執行嗎? 對 而且我覺得這個30% 這個我也是參考過去的 歷史下跌的幅度去做的 然後其實這中間我有丟給我的同事們 你同事們有照你的 連30%的話照你這張表格 已經跌到15000點了 對啊 可是譬如說 那時候你不會覺得已經是空頭了嗎? 還是要加啊 就是如果你要存長期部分 你反而要秤低檔的時候接越多 所以像我12、15、18%的時候 我就是加一個單位而已 然後我原本想說跌到21、24的時候 我就兩個單位 然後27、30就是三個單位 就是我打算跌越多的時候 加越多 你真的口袋才真是生不可測 我還沒有解釋 所以萬一跌到40%的時候 你可能不是要加10個單位 可是你怎麼知道 我搞不好只加一點點錢 我不要跟你說 就這樣 好的 但是大家應該會好奇一下說 那天市值行ETF到底是什麼狀況吧 那天就是大跌嗎? 那我跟風哥其實都有加 可是其他的市值行ETF 表現到底怎麼樣呢? 就是我有幫大家整理一下說 8月5號史上最大跌點的那一天 還有8月7號 我覺得真的 人家說低點總在回頭 因為你沒想到8月5號大跌 然後8月6號還好 8月7號馬上迎來史上最大的漲點 對 真的有低點總在回頭的這句話嗎? 有啊 房地產市場裡面都會有這句話 你有沒有發現我 真的真的很怕 那我們來看那天市值行ETF 到底都怎麼了 那我們統計了13檔市值行ETF 那分別8月5號跟8月7號的狀況 那在8月7號反彈那天呢 大盤反彈了3.87% 其中呢有4檔它彈的比大盤還要多 那反彈最多的是 富邦台5000608它上漲了4.05% 然後呢 FT台灣Smart00905 群翼台ESG低碳5000923上漲4% 然後元大台灣500050上漲3.97% 但我覺得我在整理這張表的時候 其實我想說 大家一定會想要找到說 反彈比較多然後下跌比較少的標的 明明就市值行怎麼可能反彈比較多 下跌比較少 但是你就會覺得說有機會 因為現在市值行ETF他們的宣布邏輯 其實就是會有一些差異化存在 不過確實我沒有找到 有點可惜 不過這4檔它在8月5日下跌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006208 009 005 00923它跟大盤的跌幅是差不多的 那裡面只有0050跌的比較兇 那你如果仔細看的話 那天就是有兩檔ETF是下下超過9%了 那除了0050之外 另一檔就是負方摩台0057 大家可能會很好奇 因為你會看到說 0050跟0060明明都是追蹤台灣50指數 那為什麼0050會跌比較多 其實我仔細查了一下 是折一價搞的鬼 我覺得那天真的蠻有趣 因為你會看到0050它的折價情況比較嚴重 它那天折價的幅度是0.32% 可是蠻有趣的是006208剛好溢價 所以006208溢價0.74% 然後你就看到一個折價一個溢價 所以他們就會變成說 006208看起來是下跌8.5% 但0050就跌了9.13% 就落差會比較大 那我覺得還有再來就是大家可能會想說 因為8月7號反彈嘛 那反彈的動能會是來自哪邊呢 因為大家最討論的就是應該就是台積電了 因為大家會想說是不是台積電的占比比較高 所以讓反彈會比較強呢 因為台積電8月7號反彈是4.55% 那是比大盤還要強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006208跟0050 它在台積電的占比方面呢 在8月 因為我查資料說已經8月9號了 那50跟6208他們的台積電占比是55%左右 那就帶動他們的反彈嘛 但裡面呢 FTE台灣Smart 00905還有群翼台ESG低碳50 00923 他們台積電占比只有3成左右 那其實你去查他們的宣古邏輯 是因為他們的個股有不得超過30%權重的一個上限 但他們反彈可以就是比較多 那就表示說他們的成分股一定有一些是比大盤彈的多 甚至比台積電還多 所以其實我經過前面幾集的研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之前的節目 就是我其實現在就是蠻喜歡00905的 因為它其實長期績效目前都還不錯這樣 那我們再來可以看到裡面還有三檔 我覺得也比較注意 就是藍色底的部分 包含兆豐籃籌30 00690 兆豐龍頭等權重00921 還有永豐台灣加權006204 那為什麼關注他們呢 因為他們是8月5日大碟那天 他們跌幅是最少的前三名 那00690呢 他跌最少 但其實還是溢價搞得貴啦 但是不過你如果用鏡子來看的話 他下跌幅度大概是8.03% 我覺得他看起來也算是跌的比大盤少 這個專業說法應該就是 β值比較低不到1 好 那如果是00921呢 他下跌是7.78% 不過他那天是折價的喔 所以如果你從鏡子來看 你知道他那天才跌6.92% 超級厲害的 因為那天就是大概有800檔的股票跌停 不過這當然也是因為他選股邏輯 真的是比較不一樣 因為他是分散在全部的產業 然後又全部等權重 所以他就是平均下注嘛 如果電子股大跌的話 他會有其他的產業去撐住 那所以反應在他的績效表現來看的話 這兩天你就會發現 電子股跌升彈多 那00921就會變成跌的比較少 但反彈也比較少 那再來006204呢 他算是一個全市場型的ETF 他最終指數就是大盤 所以他成分股其實是 目前我知道是最多的是963檔 那照理說他要跟大盤走勢很近嘛 但為什麼他在8月7號 就是漲幅可以跟大盤差到1.3個百分點了 就是還是折一價的問題啦 所以呢 我覺得就是這中間我自己也觀察到說 其實在股市大幅波動的時候 他們折一價情況也會比較需要留意一下 這是正常啦 快四的時候一定會 可是我說真的啦 真的在快四的時候 你也來不及去注意折一價的狀況 因為一直在波動 對 那我最後補充一下 因為這一波就是反彈 大家一定也覺得說 台積圈就是一個領先指標 那我最後幫大家稍微補充一下說 這些市值型ETF裡面 哪一些台積電占比比較高 比如說我們可以看到0050跟006208 他們台積電的占比都是比較高的 在55%左右 那另外台積電占比在50%以上的 還有富邦摩台0057 還有接近50%是富邦公司治理00692 以及元大NSCI台灣006203 那這幾檔就是台積電占比比較多的 大家可以多多關注囉 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 如果喜歡我們節目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開啟小鈴鐺 怎麼樣人人都能學會ETF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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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